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 牧师有一些的建议 因为我们很难回忆到 诗人所写的这个情境 所以我们很困难去了解 诗人在写这个圣经当中 我们生活的体验 所以我们读经有两个方式 一个叫做情境式的读经 什么叫情境式的读经呢 就是它的处境我们可以体会 尤其是在一个同一个时代当中 我们可以体会 可以比较容易了解 这个叫做情境式的讲道 情境式的读经方式 另外一个叫做意境式的意境就是说时代很远 比方说创世纪这么遥远 我们又没有活在那个时代 可是那个时代的人性的冲突 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东西是很类似的 所以这意境式的读经 那今天的这个经文很类似 牧师比较不太会在一节一节去解释 虽然他的经文不多 可是你可以读起来他的情境或者是尤其是意境 非常的深 我先讲一个故事或者是真实的事情 二战的时候结束初期 德国社会他对于二战的认知 大多停在是他们战败国的这样的城市 直到六零年代 大量屠杀犹太人的事情不断的被揭露出来 德国民众在开始了解说 哇 我们的政府竟然做了这样的事情 他们开始就反省 开始在这个过程当中转变 他们真诚的忏悔德国的侵略的行为 然后呢 他们不会将这错误全部都推卸给 这是这个希特勒或者是纳税政府所做的事情 他们为了这个坚决杜绝纳税的思想 卷土重来 因此政府立法禁止一切有关希特勒的言论散播 同时希特勒过去所组织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被取缔不可以再运作 尤其是1963年 长达两个月审判了奥斯维斯集中营 中上阶层纳税分子 他们所谓的法兰克福的审判 这个事情几乎震撼了全国的德国百姓 他们无法相信自己的国家 竟然做了如此残忍的事情 我们请大家要想象一下 他们的消息是被封锁的 不像现在我们在台湾立法院发生事情 你立刻就知道 给你看都不想看 所以他们非常震撼 1970年 德国的总理布兰特有一次在探访 这个波兰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的时候 他当场就跪下来 这个动作震撼了所有的德国百姓 以及全世界的人 他很诚恳的忏悔 对于二战所带来的这种侵略 这个动作只是一种赎罪的表彰 不过总理的动作代表德国人 他们深刻的还行 的确得到全世界许多国家的一个谅解跟尊重 那德国也从这个战败的废墟当中 重新建立他们国家 用智慧跟力量全心全意投入重建的一个行列 他们发展经济 他们就提高了民生 他们不再追求武器跟装备了 他们非常的珍惜和平 他们尊重普世的价值 我们都知道德国是一个路德宗教派的 他可以讲高比例的基督徒的国家 他们很难想象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们从此之后 对于自然灾害跟世界灾难的这种捐款 德国总是在全世界里面跑第一port跑第二 我在参加普世教派的时候 德国的教会 尤其是路德宗宫跟卫理工会 他们的奉献都在全世界的各基督徒的教会当中 奉献都是排第一名的 用这个例子再说一件事情 就是说当我们人在面对真实跟真理的时候 我们反射出我们的人性的缺陷 从中我们就开始学习反省跟认错还有更新 所以因此这个诗篇的第一个 让我们学习到一个 为灵魂的哀痛得以见到基督的真光 这个礼拜是第一个代降节 代降节让我们学习到的功课就是一个至圣的圣子基督 他道成肉酸你可以看见他的真光 看见真理 我们越接近他越认识他 就越看见他是如此的完美 同时你看见我们自己是多么的不完全不配 因为罪的关系 上帝不得不把我们跟他原本是连结在一起 和好的状态趋了出去 从亚当如此 从该隐也是如此 驱逐出境 为此我们感到内心的哀痛 可是上帝舍不得 因为他的本性是慈爱的 同时也很重要的关键点 上帝没有忘记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所以差遣耶稣基督要恢复我们与上帝和好 耶稣成为挽回记 他要完成非常重要的任务 这就是代降节完成重要的任务 这跟世界上现在庆祝圣诞节的意义完全不一样 回到圣经当中的所谓的耶稣的降生 有欢乐吗 只有那个晚上欢乐 没有多久是大屠杀 两岁以下不留很成的人 全部都屠杀 因为希律 他要追杀耶稣 我们因为耶稣后来所受的鞭伤得了医治 因为他所留的宝血 我们罪得以赦免 因为他的爱跟牺牲 让我们感受到哀痛 这是代降节带来给一个反省 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四篇第六篇 稍微可以知道大卫的处境跟背景 你很难想象他的孩子 亚萨罗要追杀他 以及很多的亲信人反叛 他与妻子跟少数的亲信逃离王宫 他们不要往哪里去 我可以想象大卫把他的妻子跟亲信留在一边 自己独自里离开很远的地方 跪在树下在那边祷告上帝 可是这一切的发生 他很清楚 都是因为他得罪上帝 因为先知沙默跟他讲说 你让魔鬼有大大攻击你的机会 各位如果我们得罪上帝 常常都会让撒旦魔鬼攻击我们 所以他一方面很懊恼 自己的孩子会反叛他 可是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接受 这都是我自己所犯的 所以内心的自责很强烈 好 我们在读这个圣经当中 这一篇信息很清楚 哀痛是一个跳出来很清楚的字眼 哀痛这个字 在别的版本圣经会翻译叫心灵忧伤 对 可以这样说 可是哀痛对我个人来讲 它带有痛哭的意思在里面 因为我们在反悔的过程当中 你大大的哭泣是证明 你悔改一个很清楚的证明 那么我们再思考一件事情 哀痛对门徒的属灵操练有必要吗 我活着环境很好 我爸妈都很好 读书的环境都很好 都供应我很好 我成为基督徒也是一个很顺利环境 成为基督徒 我有必要哀痛吗 什么事情让我哀痛 我没事哀痛干嘛 我们都很健康 这就是我们读圣经困难的地方 可是似乎你会读圣经 有的时候神要我们去操练 去认识一个一些不幸福的人 基本的圣经翻译说 不幸福的人是幸福的 你怎么能够明白这个事情 爱痛的人是有福气的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你怎么能够体会这个事情 主耶稣说 爱痛的人有福了 我们很困难 在爱痛当中可以领受到祝福 因为我们被教导是不要哭 错误的神学告诉我们说不要哭 我们知道错误的神教导我们追求财富 健康 健康 得胜 很多人在教会认为这才是上帝 这才是福音 不可以有失败 因为爱哭是没有信心失败的特权 得送有余的人是不会哭的 我们常常被在这个环境教导 可是耶稣的登上宝训的第二条 告诉我们说 爱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似乎主耶稣在教导我们 我必须去经历这个过程 使得保罗告诉我们 生命有两种忧愁 一种忧愁是好的 这个忧愁引导我们悔改 保罗称之为是依靠上帝的意识 来忧愁 又称之为尽情的忧愁 另外一种称之为世俗的忧愁 这个忧愁是不好的 当然在犯罪的过程当中 最会伤害我们的人的灵魂跟身体 最让我们在追求人的私欲当中 似乎是可以享受一种快乐 可是到最后的时候 你发觉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喜乐 因为罪破坏了人格 破坏了一个人的完整性 破坏我们自信跟人际关系 我们可以假装罪的破坏不存在 可是世俗的忧愁 到了最后让我们证明 这没有办法 这没有办法 所以当我们发现说 在那种状况不能够满足的时候 你转头赶快向上帝 为着这样的罪哀痛 是有福的 当我们在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这是第一层让我们觉得 哀痛是有福气的 好 有人就会问说 墨士 如果说这样的人 他得救了 他以后不再犯罪了 不必像是为这个拜偶像 淫乱的说谎的贪心等等的犯罪 那么这样是不是表示说 不再需要哀痛 不 我们继续的追求属于的功课 你发现说人生本身就是太多太多的不完美 我想说一件事情 我们做父母亲的 你不要追求完美 以前我讲 现在我慢慢体会了 因为我们追求的过度的完美 我们会让孩子认为失败是错的 可是我发现 如果越早让孩子知道说 接受人是有限的 是好的 他开始学习失败 不会挫折 失败不会挫折 人长得不漂亮 不代表你不受欢迎 不要一直容忍自己 活在一个完美的过程当中 这是很辛苦的事情 人性有很多的不完美 有局限的 也因为如此 我们不断的在追求属灵的过程当中 害怕我们被诱惑跌倒了 所以你要赶紧的回过头来 紧紧的跟随主 这一种的反省忧愁是好的 我们说阿们 因为你太厉害 你反而太完美 好像说律法教你都懂了 就像耶稣跟这个 有钱的这个 法利塞人讲 他都懂了 他都遵守了 耶稣然后你要来跟随我 他就忧愁了 常常越追求完美的人 看自己好像是上帝一样 上帝 真实上好像是 只是陪衬他 给他证明你很厉害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被真光光照 我举个例子 就好像两个人 在暗室里面生活 一个人是从 有阳光的环境 被丢在这个暗室当中 一个人自幼出生在暗室当中 这两个人对光明 对阳光有很大的 不同的感受 因为我们人性都是 从我们的祖先 都是曾经是 活在与上帝同在的 光明当中的 但是我们现在 活在黑暗的当中 好像被丢到暗室当中 我们渴慕去见阳光 我们渴慕那个自由 我们渴慕才一次 跟上帝同在 怎么样的状况呢 回到了光景 就是除非有一个外力 直接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 所以见到光 这个是人性本身灵魂 很渴慕的一件基本的事情 所以戴将节 带有一个意思是 上帝主动从天上 来到有罪的世界 来到有黑暗的房间 让我们可以看见他 这是很有重要的一个启示的 第二个 为什么人需要忏悔 向谁忏悔 不忏悔又怎么样 我们在看到圣经当中 第二节第三节的时候 世人不只向上帝表达 悲伤哀痛 接着向上帝悔改认错 好 我们说基督徒习惯认错 其实在讲是 基督徒神在教的不要掩饰 不要活的两种标准 里面是真实你活出来是假 假的我们自己 假装自己很平稳 这个是很危险的状态 也许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这种隐藏自我的罪 会不断吞噬我们的灵魂 慢慢会吞噬我们 跟上帝自己的关系 包括爱人 包括爱上帝 活在秘密罪中 其实不是小事情 它会阻碍我们对外的发展 因此神把忏悔这个功课的操练 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 不是说你有错不错的问题 就是这个操练 神已经教导我们 耶稣在登山堡训 颁布这样的福气 是要我们明白的同时 去操练 去锻炼 那我们可能会误会 上帝喜欢我们向他认罪悔改 是不是上帝很喜欢享受 全人类来到他的面前 服服在他面前 享受那一种降服的快感吗 不需要 我们的上帝不需要 可是他知道 我们透过认罪悔改 对我们来讲是有帮助的 只有上帝能够赦免我们 在人心里面的罪 那么沉重的包袱 才能够卸下 因为重担在里面 对人来讲太辛苦了 神都看得见 大家有看过教会这个电影 这位贩卖人口的男主 后来信耶稣之后 他对原住民非常的亏欠 一直要向原住民 当场表达他的悔改 因此他捆绑 导演他用的方式 他托着一大堆的金 这个铜铁的东西 一直托托托托托 从山下一直爬到山上去 这些原住民的酋长看见了 原来明白这个事情 他需要得到原住民的赦免 所以其中一位酋长就拿刀 把那个绳子给切断了 从此之后 这一位男主角悔改的人 他才真正体会到 罪被卸下那种的自由 我们向上帝悔改 其实在讲这个事情 神不要我们活在假 不喜欢我们活得不真 我很喜欢 有一个女孩子 跟一个男孩子交往 然后这个女的跟男的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 这个男的不知道 说我又没钱又没地位 这个女孩子说 不 你什么都不要讲 因为你很真 我们在信仰当中 其实在操练我们 回到真 回到纯真 回到单纯 这是耶稣要我们学习 如果一个人没有转向 一个孩子的话 不能够到神的国度里面 即使忏悔悔改 都是在做这个事情 假如我们被某种形式的罪 纠缠的时候 或者侵犯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就要立刻跟他面对面 来认罪悔改 雅各在他的书信当中 也要求我们相互的认罪 可以达到一个 医治的效果 你如果读圣经 你就知道 原来 赦罪是医治 是同样的意思 而这个医治是医治 我们在属灵情感 相互之间的关系 所以士人在第二节里面 讲耶和华求你医治我 因为我的骨头 台语说苗瑶串 干憋了 同样的道理 耶和华在他的书信当中 也告诉我们 对罪的意思就是 认罪是在行在光明当中 不可或缺的事情 这是非常重要 那么有人会问说 牧师我认为认罪是在受洗的时候 一次性一次就完成了 我说对 同时也是不对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圣灵的工作很特别 我们会认错是对我已知的事情认错 你对不知的事情你怎么就认错 你会说我没做我干嘛要认错 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你允许圣灵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越来越深入到你的灵魂 因为我们越认识上帝 我们越认识自己 越认识自己 也就越认识上帝 越看见上帝的完美 同时也光照我们的污秽 每次我读经 每次我听讲道 每次我跟别人的听到见证 发觉说 哇 我又看见我污秽的地方 软弱的地方 为此我向上帝认罪悔改 所以我们的认罪会持续性的 更加的深入 所以我们对于人性的敏感度 比以前更加的深入了 以前你不会做这个事情 现在会做 以前一点点的错误 你都觉得没有什么东西 现在都会了 很快就跟太太说对不起 太太说莫名其妙 你干嘛跟我对不起 你是不是有阴谋 反而拒绝像 自己犯罪伤害的认错的人 这样的人 你继续行在罪恶当中 越岸的书信 其实都是在跟基督徒说的 假装自己活在一个好像看起来不错的人 的生活当中 其实会毒害我们的信仰 爱念是肉体的工作 不是圣灵的果子 千万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在身上 承认自己不够完整 这个其实是好的 如果今天我们一方面行在黑暗当中 一方面又尊敬上帝 那表示我们仍然走在黑暗当中 因此认罪悔改 不只是跟人跟上帝 同时也跟人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三个 心理忧伤的人有福 因为他们必得到安慰 我要回到刚才在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很难进入到大卫的处境 也我很难进入到 耶稣你在讲那个处境 因为我没有活在那个时代 我没有那个处境 怎么能够心理忧伤呢 其实这个是圣灵带领我们所有的基督徒 你要去刻意去操练 所以在天主教的教会当中 他们让很多的信徒 去做必经的工作 刻意的去体会贫穷人的生活 困难人的生活 跌倒人的生活 很多人会这样说 我为什么能报这个倒霉 我很努力为什么会失败 我投资为什么不能够得到这个回应 我跟上帝祷告很久 为什么没有给我答案 当中基督徒照样不断的埋怨 why why 为什么 我们总是把为什么放在人生的道路上面 你要知道 马太福音在做耶稣的医治的故事当中 主耶稣不只是肉体的医治 他同时是会对人的灵魂说话 并且要求人的灵魂说 来你跟从我 同时医治身体跟我们的灵魂 那些得不到医治忧愁回去的 都是想保护自己 因为他们财产很多 他们所看见是眼睛面前 他们不会去投资永生的事情 因此 哀痛的人有福 我们怎么去了解 原来是如此解释的 也就是说 有福的是那些理解自己正在哀痛当中 又愿意寻求帮助他人的人 他可以从耶稣的身上得到安慰 并且有力量 回去支持他的生命 即使在黑暗困难的环境当中 依然靠主发光 记住 主耶稣是跟着在奋斗的人一起同在 他常常是这样的显明 所以因此说 为罪恶忧伤的人是有福气的 Maxwell讲了一句话 这是我们上一次在同工退休会 他讲了一句话 但是We need to become others Connector not corrector 我们必须成为别人的连接者 不是指导者 我怎么可以成为你的连接者 以至于让你喜欢我 信任我 这就是传福音最关键的地方 我一直认为传福音最关键的地方是祷告 因为祷告带领我们去敏感到对方的需要 如果我表现出我处处都要指导你 我跟你讲没有多久 那个人会不喜欢听 因为你都赢啊 你那么厉害 你的出现让我卑微 我不想再继续这样 你带我到小组 总是让我觉得我是罪恶深重的 当然这个过程不好做 对吗 所以求神带领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很有sensitivity 敏感度高的人 而这敏感度高的人 就是他懂得关心的过程当中 不会带给别人有压力 这是小组当中最困难 我们明年都在推着信物小组当中 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 祷告是一个非常关键事情 主耶稣道成肉身 祂就是要跟我们作为一个连接者 祂去认识这些边缘的人 但不给人压力 connected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人 因此忏悔是有必要的 而且忏悔带给我们至少四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 带领我们对主有更新 并且更清晰的看见 你更清楚的看见上帝 也看见自己 代理书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我举目观看 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 腰素无法的金带 他的身体如水仓玉 面貌眼目如火把 手和脚如光明的铜 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 这是单一礼 他在迫切为自己的罪 为他的百姓得罪上帝 以至于成为被鲁之人的祷告 他祷告很久 不是只有短短的时间 我们认为说 单一礼你在异象当中 你看见这个异象 正是圣子基督 那么当单一礼承认自己罪之后 圣灵给他如此的恩典 那么请问 单一礼是为求看此意见 异象而祷告的吗 没有 他根本不知道这一回事 他只是很认真的祷告 是上帝主动的出现来靠近他 在当场也有很多的异人 被录当中 像单一礼有智慧的人 至少在名字当中 只有三个四个 可是异象却没有 向其他人显明 圣经说 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 他们却大大的站进逃跑 隐藏只剩下我一个人 一个人认真的跟神忏悔 不一定是为他自己的错 他也为他整个民族 在神的面前忏悔的时候 那一种时间性带给上帝看见 带你这样的爱上帝 神主动走向他 向他敞开自己 我们在神的面前 如果跟神敞开自己 你就不必害怕了 坦然的面对上帝 我们可以在 有火焰的目光的上帝面前 站立得住 第二个神给我们福气 忏悔 是脱离的恐惧心 接下去我们继续读 这个圣经的经文这样写 说 忽然有一手 按在我身上 他对我说 大门 最爱的带你 要明白我 与你所说的话 只管站起来 他就说 带你 不要惧怕 因为从你第一日 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 又在你神面前刻骨起心 你的言语隐蒙应允 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 最后一句话写的 真的是让人感动 我是因你的祷告而来 各位 如果你的祷告殷勤 我们的祷告 有可能被上帝垂听 会因你的祷告而来与你相遇 我们大声说 阿们 忏悔帮助我们脱离 自夸说 我是守洁心轻的信徒 忏悔帮助我们脱离 假冒为善的一个生活的模式 上帝不喜欢 凡是隐瞒自己的罪过 我们的灵命 并不得到一个兴旺的 所以因此在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大声说 主我得罪了你 你就放心的站起来 所以圣经上说 大门就要带你 你只管站起来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求圣灵开我们的心 求圣灵引导我们 倘若我们在人的后面 毁谤或说一些不真实的事情 你该去反省 你就去吧 因为在祭祀的奉献的过程当中 主早就教导我们 倘若你在圣坛的奉献之前 有什么得罪人的地方 你先把那个事情先搁着 赶快去跟那个人求和好 再回来做奉献的事情 这是神所喜悦的 第三个福气是什么呢 得着新的嘴唇 这个经文这样说 你知道这个经文之后 但你的说法仿佛在跟上帝说话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倘若主耶稣在我们的面前 你的说话会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会是有一个污秽的言语吗 会是有苦读的言语吗 会是有这个没有叛卧的言语吗 以赛亚先知也曾经是一个 经历过这样的状况 他在圣殿当中 自己说我是一个嘴唇不解的人 当他承认如此的时候 天使长 其中一个大天使长 出现了就拿个火炭 在祭坛的火炭 拿下来就在 以赛亚的舌头粘上去 就将一切的污秽 以及自我跟血气 所有都烧尽了 我真的是希望说 我们每一个人 常常临到神的面前 把神的话吃到里面去 求上帝接近 焚烧我们里面的不好 很多人在教会当中 跟在家庭的生活 就是两样的生活的方式 明明是敬拜上帝的口 回到家却是 咒诅漫漫 不赞美人 当然我知道这不太容易 连牧师也都觉得不容易 我开个车看到有人 随便不守规矩 我就骂他了 崔伦先生就说不应该说这话 我们需要学习 因为雅各说了 心里面想什么 嘴巴就出来 所以嘴巴最容易证明 我们内心世界 到底是处在圣经 还是混乱的状态 所以雅各很清楚 嘴巴是一个信号 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状态 你是感恩抱怨不满 都从你我们的说话当中 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了 而这个认罪悔改 忏悔带给我们好处是 我们越来越能够 说出赞美的话 因为神竭进我们的口 我们需要如此 第四个福气 他给我们什么呢 得着平安的力量 我连发现说 你会得平安 是被赋予的 Sharon这个词是被赋予的 经文这样说 愿你平安 你总要坚强 他一向我说 我便觉得有力 说我主请说 因你使我有力量 各位 给我们力量的 不是这世界的物质 给我们力量 不是这世界的地位 给我们力量 是那永生的主 祂的名字叫耶稣 我们一起说阿们 所以当我们心灵 忧伤痛悔的时候 看起来是意志消沉 就像这世人来到神的面前说 我哭得那么厉害 棉被都湿透了 这都是在表达的一种忏悔整个过程 我们只能说 这像是一个意境一样 我只能有意境 各位 你什么时候在神的面前忏悔 像诗人这样的彻底 你不用表演给别人看 你自己在房间里面 你在哪里 你自己有曾经到这个地步吗 当然我不晓得说 我们非得要到这个地步吗 可是当我们在忏悔的时候 神就看见我们对他 如此的执着爱他 我发现这样的见证是很美的 什么时候我们会用到 这种悔改的见证呢 什么时候我们会用得到 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会用得到 因为当你在传福音 告诉别人你的故事的时候 你的朋友会很惊讶说 你在我的眼中 是如此成功优秀的人 如此完美的人 你今天竟然打开你的世界心门 告诉我你跌倒龌龊 忏悔的事情 你是如此愿意跟我坦诚相见 而且你也告诉我说 你如何得到上帝的赦免 你重新的站起来 你这样的承认自己 反省自己 悔改自己 我告诉你 这个卫性者 他之后跟着你到教会 他也会如此 他也会如此跟上帝的祷告 忏悔自己 这是一个卑微的动作 我们愿意效法耶稣基督降到地 道成肉身卑微的动作 当我如此传福音 他也是如此的 所以大家不要误解 传福音的过程不是单纯的要求他能够认识悔改 不是的 而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他看见你这样的一个人都愿意卑微下来 给人家洗脚 谈成自己的不够 这真的是做上帝 而你生命的特质 这在代降节当中 神要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 我们一起说阿们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我们在低头祷告当中 牧师要丢几个问题给大家 诗篇第六篇 是一个震撼诗人的一个祷告 我们可能没有诗人 有大卫的故事 没有人像他这样儿子追杀 可是神却要我们学习操练 说心里忧伤痛悔的人 有福气了 我们需要这样的操练 因为我们需要向主耶稣 去关心这世界还有很多的人 其实他们不敢面对上帝 你指上帝拆派我们 去靠近那些人 如果你的生活 活在舒适安全的圈子当中 今天神向你挑战 你愿不愿意代替主 去走向那些人 你愿不愿意花你的时间 把主的教导放在你心里面 并且实践在你生活当中 又或者如果你曾经在神的面前 即使是信主了 你照样用那种失败的心思意念 去揣测别人 批评别人 你愿不愿意跟在神的面前向那个人公开的 单独的跟他说我错了 我需要你的赦免 为的是要让我们不断的在神的面前 学习走在光明中 这是牧师要我们最后做一个欢喜 天父上帝 我们把今天的经文 用意境的方式进入到里面 我们可能不很困难充分的了解 但是我们却知道 你要我们学习像这个诗人 为了他心灵的忧伤 在你面前的公开认罪悔改的操练 要来学习 因为这世界需要这样属灵的敏感度 你拆开我们向周围的人传福音 我们不是一个得胜者的姿态 跟他们传福音 我们要学习像一个失败者的样式 跟他们传福音 主啊 谦卑我们的心 柔软我们的心 接受我们是有限的 谢谢主 以至于我们不断的需要依靠你 光照我们 以至于我们当跟卫星者靠近的时候 我们比较更容易被接纳 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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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